大家很關心台積電 因為畢竟台灣在這個疫情過程當中 一度產生了一個奇蹟 台灣的股市不斷往上走 大家也在想台積電到底會到哪裡去 大家就很擔心這個甚至很多人被套牢 沒想到巴菲特進場之後 有人說這是不是因為 透過他的這個加持之後 其實他們表示他們對台股 對台灣的安全 從這個指標上可以看說是 非常的有信心 甚至認為台灣其實會有一段時間是非常安全的 這部分老師怎麼看呢 首先我想說這個台灣的前途是取決於備戰保台 那我以前的節目裡上一次也講過 簡單講過就是中共真的要攻台不容易的 其實它現在並沒有足夠的能力 那現在美中兩國都在擴軍備戰 要防範對方獲得軍事上的優勢 台灣雖然不可能去和中共搞軍備競賽 但是台灣以嚴密的飛彈體系和活躍的民防體系 來鞏固台灣的國防安全 再加上外部的支援是可以保護家人的 但是呢台灣的這個高資產族群呢 確實是有必要考慮說你是不是要為保護自己的財產 為台灣的民防體系做一些貢建 因為保台灣就是保自己 但是呢這個現在要是單純就用看股市行情來判斷台灣的局勢呢 也許我覺得還是這個高資產族群多的 用一些錢去支援台灣的民防體系可能更有用一點 因為股市波動是常見的影響因素很多 那局勢變動呢不見得是股市的唯一的變動的一個唯一的因素 比方講剛才主持人提到了巴菲特對台積電的投資 那它會影響到台灣股市今後的動向 但其實它不是發生在現在 它發生在過去 只不過是因為啊台積這個就是巴菲特的那家公司 Burkshire它在這個購買台積電股票之後 好長一段時間幾個月以後 它今年11月中旬向美國的證券交易委員會提交三季度財務報告 那麼這個時候它財務報告披露的購買了台積電的資訊呢 就被媒體注意到然後就開始討論了 那實際上巴菲特它投資台積電是在今年7月到9月期間 那段時間正好是佩洛西訪台 然後是中共制造了第四次台海危機 但是我看了一下台積電的股價狀況啊 今年7月到9月這段時間啊 台積電的股價沒有下降 巴菲特呢也不是縫低搶劲 因為佩洛西是8月初訪台的 然後中共軍演是緊隨其後 但是當時台積電的股價並沒有因為這兩個事件出現明顯的波動 那台積電的股價是7月5號曾經一度達到一個低點 那是在佩洛西訪台前一個月 然後那個時候這個7月5號台積電股價是76塊左右 然後佩洛西訪台中共軍演台積電的股價是一路爬升 到8月15號曾經達到92塊的高點 那然後才一路下滑到9月30號掉到69塊 11月3號再掉到60塊 那以後就是11月3號以後到現在又重新一路爬升 回到80多塊的水準 那從這個動態來看的話 台積電的股價是在中共軍演期間不斷上升的 那中共軍演之後又過了一個多月台積電股價才掉到股底 所以呢巴菲特投資台積電的時間呢 有可能不是在低點 而是在台積電股價上升的階段 那麼實際上被稱為股神的巴菲特 他投資台積電以後啊 也一度虧掉了兩成 所以巴菲特對台積電的投資啊 如果從一個長期投資角度去看呢 顯然是一種有價值的戰略投資 但是如果有誰當時跟著股神走以為就能賺錢 那對不起當時股神也虧掉了 在台積電上虧掉兩成多 所以呢這個我覺得啊 這個股神買台積電的時候啊 其實台灣人不知道的 那股神買的台積電虧錢了 台灣人同樣不知道的 那一直到台積電的股價只跌回盤以後 現在我們才看到說巴菲特的戰略投資是有道理的 我看到啊這個我們有觀眾在留言當中問到說 台積電在台灣那中共是不是就會就不會打台灣了 因為台積電對台灣非常重要 中共打了就會丟掉了這塊王冠 那台積電呢不僅是台灣經濟上一根支柱 也是晶片技術方面一定王冠 那中共會眼紅他也不見得會毀掉台積電 因為他想留給自己用 但是呢中共是不會因為台灣有台積電就放棄對台灣的野心的 其實我想說台灣民間的護國神山在哪裡 就在大家的心裡 當你為了守護自己的家園 學會識別出來誰是真心為台灣在努力 也許他不完美 也許他有毛病 那麼誰是在為了選票用空話在欺騙 那誰又是為了自己的某些利益某些想法試圖出賣台灣 那麼具有這樣識別力的選民才是台灣真正的護國神山 因為台灣的民主制度是給了每個選民神聖的一票 是讓你選擇你想要未來的 你要什麼樣的未來你投什麼樣的票